歡迎收看每個禮拜五的鳳梨不累 安賴不累 我是潔玲 剛剛我看到了我們片頭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的特效 這樣啾啾啾的出現還蠻厲害的 有嗎 剛剛有不一樣嗎 剛剛有不一樣啊 剛剛有不一樣 你們都沒有發現嗎 啾啾啾啾啾 就是剛剛有這樣試散這樣子啊 還是我誤會了 我一直都沒有直接看我們的Open 應該是一樣的吧 陳老闆是一樣的嗎 應該是一樣的吧 不一樣 你看 真的假的 都你們沒用心這個節目齁 你是不是想離開了 不是不是 因為要放片頭 我就很認真看著鏡頭 我想說會不會隨時又變成我開場 沒有沒有 他們已經確定今天是我開場 因為你今天穿這麼正 還小露相間 對啊 因為沒地方可以露 至少鎖骨還在 我剛剛有看到一些照片 你其實還是有其他地方可以露 唉唷 那種東西 在應該露的時候再露 平常都露大家 緊要關頭 對 大家都覺得 就是什麼危機來 大地震的時候 欸 大地震的時候露 救我 救我 神經病 然後那個救護車就會停下來 莫名其妙 好啦 節目一開始 先請大家跟我們一起做分享的動作喔 來來來來 ET News ET Today ET Today 遊戲雲 遊戲雲 好不好 我們點到ET 現在遊戲雲 現在已經在直播了 我們選擇直接發文 直接發文 今天難得有妹妹 來來來來 今天不得了耶 你講有妹妹 大家想有些人不知道就會不知道誰 你要講那種 今天有超多東西等著到我們來開箱 今天有 今天有超多開箱 今天真的超多無敵 批一多開箱 如果說今天我啊 是 真的是收到朋友的禮物 然後要這樣整整開一整集一小時的話 很爽耶 我應該會哭耶 你感動到哭嗎 我會覺得自己很幸福 你很幸福啊 我會覺得很幸福 因為其實就是 聖誕節是一個小時候 對於小時候大家會覺得是一個很夢幻的一個節日 真的 但長大之後你就會覺得這個東西 除了不夢幻之外 還有很多的煩惱跟麻煩 有不夢幻嗎 那你作為一個 這個節日一樣很夢幻沒錯 但是就是朋友找你交換禮物 你就要想說要買到值得他喜歡的 然後送到人家心砍的 你就會覺得很麻煩 然後再來就是很傷透腦筋 然後就要四處去找 就會有很多壓力存在 就算你覺得夢幻 但是中間還是會有一些很 讓你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一些過程 我覺得那是因為你比較會交朋友 是嗎 今年是我第一年有的要跟我交換禮物 真的假的 之前都沒有啊 你說的那個交換禮物是有我的那個 對啊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我從小就交換禮物到大 就是女生是不是很流行還會寫卡片啊 幹嘛的 對對對沒錯 我們不會 真的喔 還是只有我沒有 應該都有吧 大家都有面臨 不是面臨 大家應該都有經過就是 小時候在家裡 然後爸爸媽媽就會掛那個襪子 然後就跟你說等於你不趕快睡覺的話 聖誕老人就不會把禮物放到你的襪子裡面 你家沒有做這種事 我家沒有欸 我家就說那個 襪子不能隨便亂丟 收起來 穿襪子放到吸引牌裡面 可是那個襪子不是我們平常穿的啊 都是那種比較特別的 上面有花 然後你聖誕老人 我覺得好像是不是生女兒才會這樣 就是把女兒當作小公主養啊 所以你家沒有女生 我家有 但是我姐大我很多歲 我覺得我姐大我12歲啊 所以我在我有記憶的時候 我姐已經快20歲了 那你是不小心蹦出來的嗎 應該算是 因為我也是不小心蹦出來的 我跟我姐姐差7歲 你有姐姐啊 我有姐姐跟哥哥 7歲也滿 其實7歲滿好的 因為他們會很照顧你嘛 他們沒有 他們都欺負我然後抓我頭髮去撈牆什麼的 然後叫我去買東西什麼什麼 然後譬如說打破東西 就說是妹妹弄的 我從小被霸凌到長大 好慘喔 對啊 我們家小時候就是有那種掛襪子 然後就睡覺的時候 我記得在很小時候 你還會每天 就是聖誕節 你就會很期待趕快睡覺 然後就會這樣一直偷喵 聖誕外有沒有東西放 一直到有一年 我真的看到是我扒換進去 所以你那個時候才相信 你才知道沒有聖誕老人 對 我就覺得 但是我還是覺得 我沒有就是破滅 我還是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 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應該至少是爸媽 剛剛有在聊天說 我到國中才知道 世界上沒有聖誕老人 真的假啊 我跟你講他不准 因為他是妹妹 我們的妹妹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啊 每次頭髮很短 很天真的妹妹 他笑點很低欸 他笑點超低的 然後每次都在導播室裡面 跟陳老闆 跟聖誕老闆 這樣 不知道在幹嘛 他們好開心 而且聖誕老闆長得很好笑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可能他們在開心吧 就是在拍照啊什麼 很開心 沒有 因為我剛剛是想說 有人國中才知道 沒有聖誕老人 會不會待會兒有聊天 聖誕老人 才 所以沒有聖誕老人 就是他們的夢想 沒有我們 不可能啦 大家一定都知道聖誕老人 是小時候的一個 童話故事 就是沒有聖誕老人 這件事情我覺得 在華人的社會 不算是一個禁忌 可是在歐美 他們好像真的會很忌諱 說不能再想 戳破 對 這是真的 因為那就是 就很像我們去迪士尼 你不能告訴小朋友說 那個是假的 對啊 所以那時候不是有一個表演 然後是季安的頭掉下來嗎 不是很多小朋友都嚇哭了嗎 崩潰啊 對啊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 這些人是真的啊 可是它裡面那個叫什麼 超偶師嗎 超偶師 就是在玩偶裡面的那個人 他叫超偶師 對 然後其實你知道啊 像日本會很職業的超偶師啊 他們自己的 他們的職業道德是 也是千萬不能讓 跟別人講 對 就是讓任何人看到說 裡面是真人 所以一旦如果出現任何意外 他們其實都會遮起來 或者趕快 同伴會涌過來趕快擋住 這是真的 然後之前不是 之前不是台灣有別的超偶師 然後就是還 拖下來這樣接受訪問 就有人在講說 真的喔 這樣可能會讓幻想破滅 因為很多人對於那種 像我們台灣可能叫他們 叫吉祥物 對 然後就會覺得這就是真的 可是我那時候去日本出外景 然後他們就請他們那個 縣市的吉祥物來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就現場烤肉 然後要烤給他吃 然後叫他平分說 A對好吃還是B對好吃 那他就真的要把頭套拿下來 所以他把頭套拿下來的時候 所以他把頭套拿下來的時候 他就請我們每個人 就是轉頭不要看他 對 然後我們就轉頭 但是我們就是還是會 就是想要這樣回頭看 他就說 打妹打妹打妹 所以他們真的 他是日本人 他是真的是希望我們 就是還是覺得他是 真的的一個人物存在 就是日本相對他們很多職業 會有自己的驕傲 對沒錯 跟規矩在裡面 就是真的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要聊一些 跟聖誕節有關呢 因為就是今天我們等一下呢 看來我們後面有很多很多的禮物 超厲害的耶 超多 這些禮物呢都是我們的製作單位 然後去跟一些電競的單位啊 對 我們來上過我們節目的一些來賓 對來賓 然後請問他們說 願不願意跟我們一起做愛心 然後跟他們就是 想辦法想說 請他們帶一些禮物來 讓我們到時候去做衣脈的動作 是是是 你這些禮物多都還把我擋住 真的假的 哪裡 欸真的欸 欸我的預兆欸 欸真的欸 能把我擋住的物體要蠻大的 不得了 那不然這樣趁現在來宣傳一下這個好了 因為講到我們的禮物是要易賣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活動喔 下禮拜同一時間 我們會在台北的西門町 就是待會我們現場拆的全部的禮物 不是我們自己交換的 是要現場賣掉的 所以大家如果在今天看我們節目 覺得什麼禮物你很想要 覺得很有意義的話 下禮拜五晚間九點到十點 我們會在西門町現場 對 你就準備好現金來 真的 直接買好不好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開箱 讓你知道說大概禮物有哪些 是 然後如果你喜歡其中一個 你就趕快來現場 因為可能有別人跟你一起競爭 對 所以今天就會開禮物 那開禮物之前 剛剛看到Rundown 好像說九妹下禮拜 有一個刀劍神域的活動是嗎 這個轉眼轉得太累了 聽說你在車展 你有一個出奇的活動 沒有沒有 因為我想說剛剛腳本上面 有這個是不是說要幫你宣傳一下 你在開車看到那個髮夾娃 你 對 讓你們出奇不易 是的 就在後天 喔 後天喔 一樣是在西門町 大概下午吧 喔 剛好我 然後小熊 大天神還有咪飛 會有一個刀劍神域的活動 欸 你算是刀劍神域 雇用的主持人嗎 因為上次我參與刀劍神域 也是你對不對 好像就是他們 就是運氣蠻好 因為我們第一次蠻順利的 然後日本人其實他們也很謹慎 他們覺得說這個主持人 沒有出過什麼問題的話 就繼續延用 他們沒有覺得是我幫你加持嗎 應該是有的 那怎麼會第二場合都沒有找我 可能是您那天比較忙 後天有什麼通告的 沒有 我超級不忙 後天沒通告 我現在馬上就跟他問說 你後天沒有通告 沒有啦 一定是希望就是有更多 不一樣的粉絲 然後譬如說那天可能有 大清神的粉絲 會到現場 然後認識刀劍神域這個手遊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去支持九妹一下好嗎 對 一樣是在西門町 我跟你講很簡單啦 你們記不住時間沒關係 就是從後天開始 一路在西門町待一個禮拜 真的假的 因為你看嘛 後天禮拜日有我們嘛 然後再待一個禮拜 禮拜五又有我跟你 就在那邊搭帳篷住下來嘛 那中間那段時間他要幹嘛 就找找找點事做啦 發發傳單啊 還要再去剪裁 唱一些愛國歌曲 或者是拿水晶球在那邊轉來轉去 對對對 然後放個盒子在前面 OK 順便賺一筆錢 然後剛好賺完錢一個禮拜之後 直接購買 真的耶 聖誕節又有大家陪你一起過 這樣還蠻好的耶 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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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那不知道那個我們聊天室的大家 不知道是 就是如果你們聖誕節要怎麼過 像你聖誕節的時候在幹嘛 聖誕節是下禮拜一 你知道像聖誕節跟跨年啊 因為我這個人真的很窄 然後我又很討厭人幾人 所以我一定都是宅在家裡 大不了就是買一些好吃的回家 我一定是不會出去跟大家一起 真的假的 我跨年一定是這樣 蛤 對啊 所以你都沒有走出戶外喔 我會走出戶外 但是是可能一到五的白天下午 但是假日就是不 就是節日 對 節日就算了 而且你會不會遇到就是 你可能不會 因為你食量沒有到很大 我食量很大啊 可是就是我食量也很大 然後我現在走在外面 偶爾會被認出來 然後有時候你點很多東西被認出來 心情就是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像那一天喔 我去那個IKEA 然後我就點了IKEA的十顆肉丸 然後我就吃不飽 我點十顆肉丸之後 我就點了一個豬肋排 就其實很多 兩個告主餐 然後就很開心 就下午就蹲蹲蹲 然後一坐下來 我正對面那個男的表情就這樣 我心想說 他有 你心想說他說 我吃這麼多豬嗎 這樣子喔 我心想說 好 別生出來 拿起來就走去原地吧 然後大概就過了十分鐘 粉絲店馬上收到實驗說 準備你是不是在心中IKEA 點了十顆肉丸跟一個豬肋排 他還記得耶 我直接已讀 我直接已讀不回他 我是說真的 大家如果說你在路上遇到你喜歡的 不管是名人還是像這樣網紅呢 大家真的 尤其是你要拍照的時候 絕對要小心把你的閃光燈關掉 那天呢 我跟逸祥去拍片 然後我們就拍 我們也是拍吃的 拍到最後一道我在吃豆花 吃吃吃 然後我的這邊就做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這樣 因為吃豆花就這樣 他這樣看你喔 他這樣看我然後就這樣 我就覺得他是不是要 就是吃了我這樣 然後我就看逸祥 逸祥就說他看你很久了 我說他好像變態喔 然後逸祥說超像變態 你不要看他 然後不久之後 這邊就閃光燈 然後我跟黃逸祥就這樣 然後他也沒有尷尬 他就這樣 他就繼續這樣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他到底是要怎樣 然後我想說 逸祥我們趕快拍 因為我要做Ending 我們趕快走 然後走到旁邊 他還好意思跑來跟我們合照 然後他很好笑 我說合照可以跟你合照嗎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聊一下天 聊一下天我就說 記得下次把閃光燈關起來好嗎 他就說我忘記了 他就說對不起 然後他也是傳照片給我看 然後他還說 你是不是跟大根在一起拍片 超級好笑耶 那逸祥有跟逸祥講嗎 我有跟逸祥講嗎 我有跟逸祥講 可是逸祥就說他一定是開玩笑的 也差太多了吧這兩個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下次不管在哪裡遇到你認識的人 切記要拍照閃光燈關掉 有禮貌的過去打招呼 相信每一個人都不會拒絕你 一定會答應你拍照 除非他剛好素顏或是他天天精神不好 好吧 那今天我們也有特別來賓 這不得了 不得了 由你來介紹吧 這個特別來賓我覺得 真的是大家也很熟悉 重點是我今天還有帶他相關的禮物來 真的假的 真的 他今天也有帶禮物來跟我們一起開箱 剛從國外回來為了我們這個通告坐飛機回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不是因為時間機票到了嗎 昨天機票比較便宜 好啦有請我們的咪飛 歡迎咪飛 來來來 你不是說要把外套脫掉嗎 我沒有要脫啊 幹嘛 你一直想脫的外套是不是 我沒有想脫你外套 這很變態耶 好出話喔 一來就講這種奇怪的色情的話是 不是 你手要幹嘛 什麼東西 你手要幹嘛 對不起 因為有一句話叫人醜性騷擾 可能就是這件事情吧 我是想要隨手做個手勢 不是 因為剛剛在那個化妝室不是很冷嗎 所以大家穿外套什麼的 他剛才跟我說 我裡面有穿厲害的喔 真的假的 屁啦 你剛剛跟我講 你不是還有露肚子 是不是發現今天肚子有點大 我沒有露肚子 不許你看 好你看了 來 有扣子 沒有 沒有 我以為妳要把外套脫掉喔 你看你看 欸 所以妳剛剛是 撕下露給我看 我哪有 我是想說 我不知道 因為我剛剛沒有參與妳們對話 所以我沒辦法幫妳們來接話 我想說是裡面很冷 然後妳要就是正式的衣服是要 咪飛我跟你說 就算他真的對妳性殺老 妳也要給他一點尊重 因為是在節目上前還有女朋友 女朋友會生氣 就會討厭妳 就會少一個粉絲 那個 哥哥 不是 不是我真的以為妳沒有穿一套厲害的 好啦 算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他上次來我們的節目就很厲害啊 穿Course的衣服啊 真的是很恐怖 對啊 那幾點率超高 大家都只看他十秒 就看那個 欸那個十分幾秒 看那個三角 三角地方 OK 好不好 那咪飛今天要跟我們一起開箱 那妳聖誕節要做什麼事呢 我今年聖誕節嗎 其實我想大家睡覺睡到飽 正假的 妳很久沒睡覺是不是 對啊很久沒睡覺喔 所以我想要好好多睡一點 不然黑人就出來 很可能就沒有人要 沒有人要的話就沒有到內 就我們講不知道很多 很多廠商 妳不是跟他同一個另外一個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以離我一下嗎 沒有 妳就放他 妳就放他這個樣子了 OK 妳沒有什麼黑眼圈 而且妳才剛從國外回來 可是那時候我就去韓國 然後每一天都是零下15度左右 我就覺得很冷很冷很冷 而且因為 畢竟去國外嘛 妳又不能說什麼 啊賴床啊什麼的 喔因為要配合大家 不要成為一個討厭的人 這樣子 我應該不是那樣子的人吧 妳有沒有想過其實 如果自己本累進去被討厭 不如就來床 因為我出國我超討厭 就是集合訂很早的耶 因為妳會睡不飽是不是 對啊就是所以我出國通常 因為我覺得這應該是出國前 大家都講好說 欸不要行程排太忙 我們大概都每天 11點12點再出發就好 應該是 你們都是一大早是嗎 一大早然後到很晚很晚 因為有時候去東大門逛 然後那邊是8點才會開始營業 然後到凌晨 所以我們就會回到飯店的時候 都已經大概兩三點了 然後五四點才睡 然後早上又是 大概10點又要起床繼續逛 真的假的 欸妳住的飯店有很好嗎 沒有 喔那還好 因為有時候我住的飯店很好 然後如果行程排太滿 妳要很晚睡又很早起來 就覺得住這麼好的飯店很難 幹嘛對不對 就是很浪費 對啊 所以說要請那個蜜菲 幫我們轉一下那個我們的分享 好 因為我們的 妳有帶手機嗎 有 有 幫我們轉一下在那個 有細雲裡面 然後啊 因為那個韓國我也去了一次 然後那次去就沒有 像蜜菲剛剛說的是 零下15度 其實妳應該拍一支片 我聽說哈爾濱不是都零下30-40度 然後尿出來就會 那個尿就會成一個水柱 我覺得解凍喔 妳應該就拍說會不會真的在 妳說女生嗎 對啊 對啊 好 哈哈 是她提的 她提的 不要用女神看我 這梗是她提的 你說女生然後試著就是在路邊尿尿 然後 會不會就是黏在水溝這樣 不是她可能尿在一個容器裡面 然後 水溝合為一體 容器裡面然後在那個很冷的地上 然後這樣子把它弄出來 因為海底還是溫熱的嘛 然後看會不會是那個柱子 會不會就結成冰凍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實驗性 這是一個很健康的行為 怎麼了嗎大家 她只是想說可能會做成冰棒之類的 你想要 我沒有 我只是覺得畫面很恐怖 我從上映是妳開箱那個 有女生那個 內褲 對 然後我就對妳改觀 我覺得 對我改觀 就覺得妳超棒的 就覺得我真的是個真的 就覺得妳真的很訓 很訓 沒有啊那個也是讓我們大開眼界啊 我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我自己有嚇到 我自己也嚇到 真的有那個字在上面 就是有一個軌道啊 你還聞 我聞是為了節目 對啊 而且真的沒味道 重點是沒味道 真的真的 對啦OK啦 你分享好了嗎 好了嗎 好那我們就開始開箱吧 因為呢怕時間不夠 那先開我跟九妹的好不好 好 那九妹你今天帶了一大袋來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 你怎麼拿這個來分享啊你 因為我加很多本啊 不是因為你知道 就是 咪啡之前出過 出過寫真書 出過寫真書 這支書就要出新的 明年才要出 好 明年幾月要出 明年二月啊 那也很快啊兩個 剛好我們其中一賣一個項目 是三本咪啡的寫真書 其實讓大家愛上你 然後二月也輸 這個內容不得了喔 我們請謝傑妳來介紹一下內容 哇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 真的 我問妳妳的內容是不是Facebook 就找一些照片然後放上去 沒有我跟妳說這個不得了 就是妳買了這本寫真書之後 妳就會有點覺得 哇跟你想像中不一樣 因為寫真書就是很多 比較讓妳興奮啊 更是開心的一些畫面 可是這本寫真書裡面 都沒有喔 欸很興奮吧 可是都是一些很有氣質的照片 我覺得最開心的就是 比較靜態的 最開心就是第一頁妳有畫一些low的人物 喔 不一定啦 就是看我想畫啥就畫啥 嗯 但是也有這種啦 也有這種就是 還蠻厲害的車 欸這他有屁股欸 有什麼 有屁股勾 屁股勾 怎樣妳聽不懂什麼是屁股 欸我跟你們 我跟我們兩個跟你之前也有一條 真的欸 喔 抱歉抱歉 所以說怎樣這三本妳要一起賣喔 欸當初一本賣多少錢啊 忘記了 好像兩三百吧 看妳沒寫嗎 最好那麼便宜喔 哇兩三百很便宜嗎 我的寫真書也才賣三百塊欸 而且我超厚的 大概是妳的三倍吧 而且人家是有那個的喔 以及妳是不是 哇該有的都有喔 我的胸部真廉價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會這樣子才賣那個瓶可惡欸 可是妳應該是 應該是賣就是一次很多個幾千本那一種對不對 對啊 還有幾千本 對啊 因為我這個才一兩百 對啊 因為妳是限量的殘酷 妳說多少 他說一兩百 一兩百 那我不就佔了10%的銷量 最好是呢 我好像買了20本欸 10本 10本 好妳趕快說妳要怎麼賣 一本一本賣還是三本放在一起賣 一本一本賣 一本三本誰要買三本辣 支持蜜菲的人啊 不是 然後後來沒有人要買三本 又看到九分摸摸的掏錢 我那個 自己跑買回來 你自己本啊 然後我覺得至少 我可能賣個兩百塊吧至少 299吧我覺得 好299 這個蜜菲的粉絲注意一下 到時候西門町現場會賣好不好 這絕版了喔 絕版已經沒了 絕版了喔 還是妳該不會兩百本還有剩吧 還有嗎 我有忘記了耶 就是講一講到 還從衣服裡面掉兩三分出來 隨身會攜帶 總之如果你錯過咪啡的鞋子書的話 到當天可以來買 然後再來呢 然後我帶了兩支耳機 這支是全新的 耳機全新的 這是技嘉的 有一支是全新的 然後這支是當初開箱過 大概九成新吧 開箱我要把這個撕開 但是我帶一支還好 沒關係那還是新的 這個是 這個是H5 這是技嘉的H5 然後這支耳機 我記得有支援7.1聲道 它外接一個音效卡 有外接音效卡的耳機都滿貴的 因為音效卡本身滿貴的 對對對 這支比較高級 而且這支有送印盒 然後那支是比較入門款 這是H3 這支是H5 兩支不太一樣就對了 H3比較入門 比較入門 這支還多一個音效卡 喔 所以可能聽起來會比較厲害 就低音會比較重啊 然後有一些音訊的處理會比較好 所以你還帶了兩個電競耳機來 對 然後還有帶了紅油 你是不是把你家不要的都帶來了 我不要的東西很多 沒有辦法全部帶來 你到底有沒有新啊 這個是公益活動耶 我很有心嘛 這個全新的 那是全新的啊 這是全新的 這支是接近全新 接近 難怪有個臭臭的味道 這是因為你帶的 耳熙 這你自己的味道 沒有沒有 這個我上次帶來應該是三兩年前的 有人說 請問聞起來怎麼樣 我跟前 臭臭 臭臭的 沒有吧它是說前面的內褲吧 不是吧 不然欸 他在講我們前一趴的東西吧 你自己聞 他真的有那個 酒妹他一個頭皮的味道 好噁心喔 你怎麼知道我頭皮的味道 這不是頭皮的味道 因為 經過你就會聞到 這是一個 茶葉的味道 你跟茶葉灌發一遍 女生海鮮味耶 請你們兩個不要在我們的 優質節目上講什麼海鮮 不海鮮的好嗎 來自基隆黨的女人 厲害喔 買買買 我真的覺得你有一天 會被他女朋友潑流酸 對不起 對不起 在節目上光明正大 跟別的男朋友調情 沒有 其實是測調情嗎 這算調情嗎 我剛剛去買禮物啊 然後呢 旁邊就是 那個店員呢 就是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 然後他們兩個從頭 調情調到尾 調到尾 我就卡在中間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 你幹嘛生氣 你幹嘛生氣 你知道因為我在買東西 我就說不好意思 可以幫我測一下嗎 然後女生就說 好我幫你測一下啊 然後就幫我擦 然後就打開 然後男生就突然都會說 為什麼要打開它啊 他就說 我要幫他測那個 有沒有量這樣子 然後男生就說 那個一定會有量 怎麼可能會沒量 然後那女生就說 可是之前就沒有量過啊 然後男生就說 怎麼可能 然後心想說 又不要測了是不是 閃不閃也不買了 你知道你們兩個 剛剛就是在我那些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那介紹下一個 這個是最近 紅牛辦一個比賽 英雄聯盟對抗賽 他們在12月底會有一個決賽 然後他們有一些這個禮盒 然後因為是三對三 所以他一個禮盒裡面就三人份 所以有三個小張的 紅牛的滑鼠墊 滑鼠墊 然後 我覺得這個很棒耶 紅牛的貼紙 貼紙耶 你可以貼那個 就貼那個旅行箱啊 或是貼紙墊 就是讓人變那一些 是一個人的東西 如果你喜歡紅牛或是ROG的話 還不錯 重點來了 很實用啊 這什麼 超實用 怎麼樣 不要嚇到啊 很恐怖啊 這個箱子很重說 裡面有紅牛 哇 你看咪咪就很興奮是不是 剛剛心情超不屑的 為什麼 我沒有不屑 我的意思說裡面怎麼會有三瓶飲料 實在太粗 光是這三瓶就加值快兩百塊耶 很厲害耶 我覺得好厲害耶 厲害吧 那咪咪你要不要用五百塊做愛心 把他買給你家 五百塊怎麼樣 五百塊喔 五百塊喔 哥哥 怎樣 不行不行他要生氣 不要再 不是我生氣我是擔心他被破流 現在很多感情的這種東西是很恐怖的 是真的你們要小心喔 對啊 還有嗎 所以總共帶了三本寫真書 然後兩個電競耳機 跟兩箱紅牛的那個要吃什麼呢 滑鼠店 小禮盒 小禮盒 好所以呢如果喜歡的人 自己把這個名單放在你的心裡喔 好不好 好 那這給你 那我的是我剛剛講 我本來是要從家裡帶來 但是我早上趕得出去錄影 我就忘了 然後我就在 剛剛呢就是 外面買了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說真的以後 盡量不要辦這種活動 因為我買的東西 一定是我自己喜歡的東西嘛 所以我就一次買了兩份 然後一份送給我自己 很好很好 我覺得這很可愛耶 它是 它是小精靈的燈 是燈喔 它是燈喔 我也是桌遊耶 不是它是燈 它很可愛 我要給你們看 因為它會變色 就是剛剛這個 然後那女生就說 幫你站一下 然後那男生說 幹嘛來測就是這個東西 好可愛 這很可愛喔 因為呢 所以裡面有電池 它沒有電池 它是插那個USB 欸 欸 它不會沒給你吧 它不會把 它好像沒有把線塞進來耶 哇 調情調到 我真的討厭的情侶檔耶 它真的沒有放進來耶 調到忘了放線耶 好可愛 欸你們有這個 應該有啦 迷你USB線 這個線嗎 有嗎 應該就是USB線 你們有嗎 可以借我嗎 喔我恨耶 而且它那個線 應該是白色的嘛 欸沒有它那個線是黑色 有嗎 有嗎 應該沒有到太可惜 那個那個 是那個嗎 你幫我拿一下 應該就是 看一下看一下 但是這個 因為基本 基本人家家裡都會有 像我家就有很多這種線 喔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喔 然後呢它就會亮 你看喔 它會亮 對嗎 然後它這個亮的模式它會變 譬如說呢我調另外一個模式 然後它這個模式就是 你看有聲音靠近它喔 它就會變那個顏色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這個攝影棚太亮了 所以看不太出來 你看到它一直在變色嗎 有有有 就是我現在開另外一個模式 是我只要講話 或是它會跟著那個音樂的頻率 它就會一直變色 欸你適合開趴耶 有了有了有了 像這樣子有沒有 一直靠近它就會一直變色 它就是會 透過那個音頻 然後做變色的動作 如果你不喜歡它變色的話 你就可以開另外一邊 它就是變成一個燈這樣子 超可愛耶 欸有觀眾說他本來要買這個耶 真的假的 他說本來要買去人來風換的 蛤人來風換 可是因為人來風的活動 在20號之前 所以不能先 不能等到20號買完去換 對 然後這個還可以 所以就是它後面可以調 反正你喜歡什麼 多亮啊 多暗啊 你都可以自己調 因為剛好是白色的 所以買的人可以邀請人家後面簽個名字 對 我想說如果你們希望我簽名的話 我就可以幫你們簽名 滿棒的 這個真的好棒 這個很可愛耶 這個就當小夜燈 所以我覺得很可愛 我就自己買了一個 會超過一千塊錢嗎 這個超過一千塊 蛤 因為這是原版的對不對 應該是 因為它是百貨賣的 喔是成品 我在成品買 而且你還付費 就是有一部分費都付給 就是他們要調情給你看 對 調情 然後調情就算了 還沒有給我USB線 USB線 妳要再加3299 我真的恨它耶 那如果拿到的人 就不好意思喔 你們就是家裡應該會有自己的線吧 嗯 巧到忘了那個線 有啦那個線應該大家都有 那個線應該大家都有 我家應該就有十幾條了 好不好 我準備的是這個 走在家裡被絆倒就是那個線 對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來跟我購買好不好 一樣是22號 22號 然後呢咪飛你今天準備了什麼東西 厲害了厲害 聽說是很厲害的 有一個外套 外套在哪裡 外套 我是不知道在哪裡啊 外套 那不是你穿棍外套吧 被包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拆 那如果有拆到 好那我們就開始拆了 那不一定第一個是咪飛的好不好 喔好 喔好 今天很棒喔 我最喜歡 那這給你拆 哇他們包裝都包 這個禮物是誰 這個禮物是誰的 你們不 我拆開才會知道喔 這好可愛喔 這是泡泡 這是那個 這是花花 還是波波 泡泡 喔他是泡泡喔 泡泡 好可愛喔 因為我很喜歡 花花泡泡媽媽 妳這要繼續拆嗎 我們可以一直把它拆到最 拆完位置 這可以繼續拆嗎 還是可以嗎 可以可以 這個是小葵送的 我想該不會是夾娃娃夾到了吧 蠻像小葵會送 因為小葵也蠻會夾娃娃的 他超會夾娃娃欸 超級可愛 這個是 這是他的子母子母造型 真的耶 真的是子母子母 好可愛喔 這個 這個還蠻可愛的 我看一下 這是什麼 好Q 這個應該外面買要幾百塊錢吧 應該要吧 我來看一下這個 最後一頁嗎 最後一頁沒有啊 最後一頁沒有啊 他說 這個是他去日本烤完夾娃娃證照 好 上完鳳梨不累節目之後 在線上夾到第一個娃娃 覺得特別有意義 所以送給鳳梨不累 哇 感謝小葵 謝謝小葵 厲害厲害 好 那我猜下一個好了 好你猜下一個 這是小小的不知道什麼 這是一個英文的包裝 唉唷 啊 我知道這個 是可樂杯嗎 之前前一陣子很流行 這是不是Tina大師送的 這個是蘋果口味氣味杯嗎 對 他是那個 Tina Nana大師送的 他說 看到網路上有一些奇異的東西 想買來幫觀眾體驗的新奇杯子 前一陣子蠻多YouTuber開箱這個的 然後 他的原理我記得就是 他有很強烈的味道 對 就是騙你 就是可能 有些人可能 不喜歡喝水或者在減肥的話 就可以買這個杯子 感謝Tina大師 謝謝 謝謝Nana大師 先來猜下一個 好 你給傑琳猜好了 我猜喔 好 這個包裝紙都是我們工作人員 包好 這個是 這個我知道 這個是星空的那個燈對不對 好 星空燈 這個 好可愛 星空燈吧 我猜就是他打開之後 那個牆壁上會有星星 然後你就可以跟你的男女朋友 這是小熊送的 對小熊 你就可以跟你的男女朋友躺在床上 然後兩個一起看星星 這個很浪漫耶 這個還蠻浪漫的 對 OK 這很可愛耶 不知道可不可以打開 有算我們還是別打開好了 既然要賣的話 感謝小熊 感謝小熊 來這給你 好好好 我要給我看要不要放著 我們把它放後面 好 我們今天地上會有很多包裝袋 這是 這個是什麼包包 那個是誰 蛋捲送的 它是一個 聯名款的羊毛側背包 對 但它沒有寫由來 它就是一個包包 然後它是一隻熊 真的耶 好可愛 是有兩個耳朵 這不是爸爸 這是什麼熊啊 拉拉熊 拉拉熊的聯名款是嗎 拉拉熊 還蠻可愛的耶 這個這個這個 阿虎 阿虎你要不要捐 捐就是做公益啊 吳自認就是阿虎 你要不要做公益 我們現在在拆禮物 然後就是下禮拜 對 然後都要一萬塊以上的 下禮拜要那個 下禮拜我們要去義賣 所以你可以現場來買 要做愛心 對我們希望有一些台灣吳亦凡捐 台灣吳亦凡不是孫生嗎 不是孫生自認為他是吳亦凡嗎 阿虎也 阿虎也 他不是說對啊 等一下喔 可愛 來來來這個 這是你的衣服嗎 阿虎說他要捐耶 真的假的 謝謝阿虎 你趕快捐 這還有一個袋子耶 這是衣服嗎 那是什麼 應該是 衣服 衣服嗎 這是衣服嗎 還是你說的外套 對對對 就是我說的外套 這是你捐的 那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外套是幹嘛的 這是ALT的棒球外套 後面還有這個 然後他市價是2800 怎麼會有這個外套 刪住你的 因為本來是想要給爸爸 不是 你爸爸這麼瘦 不是 就 因為我從來沒有買過男生的衣服 然後我想說 反正我穿 跟爸爸穿應該差不多吧 因為我爸爸 就是也是小小隻的肥仔 對 男生怎麼 雙開合不起來了 不是小小隻跟肥仔 肥仔跟小小隻兩個詞是相沖的 他那個肥仔意思就是 他就是 這樣子的感覺啦 然後他也是 就是瘦瘦小小小隻 你說你爸爸瘦瘦小小隻 對啊 就差不多吧 嗯 結果爸爸不能穿 這就是女生穿的吧 你説説看 我覺得你應該也穿不上吧 我這一穿你就少一個禮物喔 啊 這麼說也是喔 這怎麼可能 欸小心麥 小心麥 這怎麼可能啊 這我已經穿不下的啊 如果是你爸爸我真的哭了 結果我女兒出來都沒有眷眼看過我 因為我爸爸穿到太醜了 他上次穿了一個螢光色的背景 我就說 欸女兒你看這行得好看 然後我就 很醜 欸你穿了之後還有人要買嗎 可以吧 不是我會把它撐爆啊 我幫你拉另外一邊啊 沒有沒有 他穿了之後還有人要買嗎 我會很香喔 欸不行啊 你為什麼不先直接兩個袖子先穿 那連我都覺得沒辦法穿 何況是他 你爸就要這樣走路上街 不是 不是因為 我的乖女兒送了ALT的外套給我 我是 真的是相當的和聲 我真的很喜歡他這個笑心 很欣慰 我這個女兒真的沒有白衣啦 好不好 絕對沒有後悔 二十幾年前的那個夜晚 你的size比較大一點啊 女生穿應該好看 妳身上就有點寬鬆了吧 我 他可能穿寬鬆 我可能穿和聲 這是有點軍裝的風格嗎 對啊 就是看起來很HIT HOP的感覺 HIT HOP 對啊 妳如果穿起來要嘻哈 要再更大件啊 嘻哈不能不適合 你有希望你爸嘻哈嗎 還是還好 就我想讓他穿起來 至少就是好看 電舞藝版 不要 然後他整天跟他說 女兒妳有V style嗎 我覺得不行 女兒我的size是XL 你SL穿不下好不好 SL我可以 屁啦 這件應該我覺得是M吧 我上次幫他訂了一套就是9S那套衣服 我現在真的變瘦了 我訂了9 不是 我訂了SL的 然後他說 你先回去穿一下 他說好 結果他說他褲子 就是這邊會露一個洞 很大一個洞 沒有 對吧 很大一個洞 他比這個很大一個洞啊 很大一個洞啊 可是衣服他怎麼穿會露一個洞啊 我不知道 我沒看我的衣服 你的肚把它露出來 它噁心喔 那是因為9S它的那個衣服設計 本來那個版型就是很窄的 很合身的 有點像是日版的版型 所以你們要是大一號 對日版就要穿到2L 可是如果是歐美的 就是歐美是XL OK 好 那我們趕快 這個是MV的外套 好 還有還有 很多 我也一邊拆好了 怕時間會有點不夠 不會不會 我們還有25分鐘 真的假的 慢慢拆是不是 好 那很慢喔 很中肯耶 綠綠的 因為穿不下啊 尤其身材應該 就稍微一點點而已吧 這個就是UZ提供的 我超想要的 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 就是那種 你就可以監控你家小孩 就是那個小孩啊 寵物 真的 然後小孩的那個寵物的攝影機 然後它是那個小米的 小米的 小米的智慧攝影機 他說 他說這個是 這個禮物是別人送給他 然後本來希望他可以拍貓咪 後來因為電腦沒辦法用 所以一直放直覺得可惜 於是呢 就捐出來 易賣也可以幫助到 需要幫助的小米 這應該不便宜吧 這個 這個不便宜耶 因為我記得我自己 之前朋友送我一台要四五千塊 這種都好貴喔 這是別的牌子的 對別的牌子 但小米有些都不知道 謝謝 這個有一個海賊王的拼圖 原本就框好了 很適合放在旁邊 這個是懶貓送的 很像是懶貓會送的 這拼圖 沒有它沒有介紹 這是一個海賊王全賞的拼圖 就是掛在旁邊 讓大家知道你很喜歡海賊王 這個是 超可愛喔 這是什麼 它是只有一隻喔 是不是那個鍋子墊著的 可是它怎麼只有一隻 不是妳要兩隻喔 這是阿樂贊助 阿樂贊助了三個耶 它有贊助LED的攝影古光燈 還有YAMAHA的耳機 以及Hello Kitty的手套 可是它左手長這個樣子 很菱形的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的 這個是 這個不是墊子嗎 可是它還有一個洞耶 裡面放什麼 這個是那個扶的啊 就是你那個 喔 這樣子 你這樣子拿著手套 然後就 然後這樣扶著 因為太燙了 好可愛喔 很可愛 很可愛 這個好重喔 這我來猜 是金塊嗎 這真的很重 你幫我拿著看 很重 是筆電嗎 這電腦嗎 沒有 是筆電 太棒了吧 我要買 為什麼有人笑那麼開心 什麼配的啊 還是什麼的話 希望是MAKE MAKE Pro好不好 OKOK 這是什麼 HELLBOY 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誰送的 製作人送的 地獄男孩 地獄課 它是一本書 輸 它可以打開嗎 不行 可以喔 那我媽媽拆開嗎 這個那種夾鏈帶 會有夾鏈帶 可以開嗎 這不是夾鏈耶 這是鎖匙的耶 直接開 喔 已經開了 側邊已經開了 我媽媽拆壞給你拆好了 有點 是這裡嗎 是這裡嗎 這裡這裡這邊 已經開了 對嘛 明明就夾鏈 這是書 這是書嗎 這看起來很高 這個 天啊 哇 是耶 那種金裝版書 這個太厚了吧 這個這個 好重好重 這電影版是不是出到第二集 這個 這真的很重耶 這很有質感耶 來看一下裡面 裡面是電影裡面的一些 設計跟那個 場景嘛 這是原文耶 好棒 真的耶 這個是那種 就是喜歡的人會收集耶 為什麼製作人會有這種東西啊 不知道耶 你也有紅牛 這個是不是已經有一點歷史了 對 這個電影應該十幾年了吧 對啊 這裡面還有他的一些 人物的造型的設計圖 是不是 製作人喜歡 地獄怪客喔 地獄怪客 喔 以前去採訪的時候送的 但它很酷耶 它就是真的是一本書的樣子 好重喔 好 這真的超重我的天 很精緻 很精緻耶 但是我真的還是必須說 我小時候看到地獄怪客 的造型的時候 我很害怕 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 第一個遇到的 最醜的一個動漫 叫做紅豬 紅豬很可愛吧 很可愛耶 開戰鬥機很可愛耶 我之前看那個 我都看那個宮崎劇嘛 宮崎劇 它的動漫 它的漫畫 不知道 不能講漫畫 它的作品都非常的夢幻 然後感覺就是那種幻想畫出來的 我就覺得一切都很美好 然後後來它就突然就是出了紅豬 然後對我來說衝擊非常大 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是小孩 那時候我只是小朋友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會有個這麼醜的人 他是一個角色 可是其實宮崎劇的劇情都蠻 蠻悲傷的 蠻悲傷的 如果長大有看得懂的話 好 那這是什麼 我來瞧瞧看看 這很棒耶 這是什麼 這我昨天才剛破關 哪裡喔 哪裡喔 奧德賽喔 奧德賽 這是奧德賽的版本嗎 好像是耶 我不知道 這個是小豪準備的 好可愛喔 這個超可愛耶 這個是一個公仔嗎 它的手可以動 手應該是可彎曲的 可彎曲 好可愛喔 這個奧德賽 瑪莉歐 瑪莉歐 這個OK 這個OK 我們來看一下 咪菲手上的是什麼 喔 還有兩個喔 這個是什麼啊 有一個小的 小的上面寫什麼 喔 是 是當阿樂的 喔 阿樂的啦 阿樂的 阿樂的 普光那是夾在相機上面嗎 就是一般充電的 那個插頭 等一下 等一下 就這個 欸 那個是什麼 這是補光燈嗎 這是充電器吧 這是充電器耶 這是充電器耶 他給一顆電池 上面寫補光燈而已 然後呢 喔 可以耶 這是什麼啊 竟然是充 喔 這個是燈耶 這才是補光燈啊 這真的是補光燈耶 這兩個是一組的啦 這是電池啦 我看懂 這個好用 這個好用 對 而且這樣好像還可以切 是不是有兩個顏色 有色溫可以調 對 可以調色溫的 這個很酷耶 我那天去阿樂的家 然後他就是有一個圓 那個環狀型的那個 他說要跟你一起買的 環形燈 然後我都找不到那個大小 它是中型的 我都看到最大型的 喔 所以你覺得中型比較好 中型比較好用 我覺得啦 好 那我要拆我手上這個喔 好的 這個軟軟的感覺 很像也是什麼 娃娃嗎 不是很像那種包包的東西 我真的猜對我要猛 真的是包包耶 它是皮的包包嗎 這個是 好可愛耶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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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這是誰的啊 也是小熊送的 對 它寫說 咪 咪 咪 背包 一個小書包啦 女生的小書包的感覺 不錯喔 很可愛很可愛 很好看的 這個還蠻可愛的 還有最後幾個在那裡 好 我來猜一下 這個給你們 這個也很重 好 送的給我來 然後再給你一個 唉唷 這看起來是桌遊的感覺 這個是誰的 Sagen Song的 我看一下Sagen Song 犯罪現場 犯罪現場桌遊 過年快到了 這套桌遊很適合 多人一起同樂 也是我之前和乾爹聚會 最喜歡玩的一款遊戲 我看那個三個好像蠻喜歡玩桌遊 桌遊 桌遊其實多人一起玩很好玩 C.S.5 犯罪現場 犯罪現場 不錯喔 OK的 那那個咪飛手上那個是什麼 這是樂高耶 那是誰 Wings Song的 是正版的樂高耶 Minecraft 大碗 這是樂高編號 211 21119 21119 因為 買樂高 收集樂高的人 他們都會去寄編號 真的啊 你們直接講編號 厲害的人就會知道說 這一組保不保持 然後這組好不好 這組經不經典 真的喔 我都以為是什麼名稱 比如說魔戒那一套 對啊 也可以這樣講 但是他們最專業的是被編號 因為一樣是魔戒 或是一樣什麼金龜車 它會出五版六版 然後呢 它開口可能2系列 可能21系列 可能是Minecraft 什麼3系列是程式 5系列是什麼 就會直接被編號這樣子 太專業了吧 太專業了 這個是大碗 大碗提供的 這個樂高滿好的耶 對啊滿可愛的 好 而且一定都是 這個就是一樣 是阿樂剛剛提供的YAMAHA的耳機 所以我們已經有三個耳機了 已經有超多耳機 但是也對啊 大家現代人都喜歡聽著音樂嘛 然後呢 這邊還有兩個 欸咻 這給你 好 好可愛 這邊有一個 這給你 好 這個好輕 是不是現在這兩個還沒猜 還有誰的沒有猜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什麼 冰雪奇緣 好可愛喔 沿途人 而且 妳是幹嘛 妳剛剛是 妳中高喔 它可以換表情喔 它可以換表情 就是它有三個表情 好可愛喔 它有三顆頭可以換 所以會有那個 側臉微笑 正面微笑 跟張開嘴微笑 而且這是GOOD SMILE的耶 GOOD SMILE是日本 他們專門在出黏土人 所以他們品質 是一定保證的 很漂亮 這是Sandy嗎 是嗎 這個是 Sandy 對 Sandy的Elsa模型 他說 因為聖誕節 就是要配Elsa 哈哈 真的 很可愛 不過她的風格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誰呢 這個是 這個很棒 這個很可愛耶 這感覺 很值得收藏 這是工作人員 柔軟絲 準備的 這個太可愛了吧 好可愛 而且它後面 後面也有那個尾巴 這個太可愛 我的天啊 它有送一個底座 所以妳可以直接把它 加在上面 可以卡在上面 好可愛 這個好可愛耶 真的喔 好特別的造型喔 超酷 超酷的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那邊 還有那個後面有一個 大箱子的後面 好像還有一個粉紅色帶 是不是 她說現在好像不能夠 不是不是 是那個 那個後面 箱子後面有一個卡住 這是 猜一下 還有誰 沒猜到 我來看一下 應該是這個 這個是不是也是Sandy的 一番賞的薩爾達 應該是她常常去開一些 一番賞的 我今天還在看她一番賞的影片 對她花了9000多塊 她好瘋了 可是她覺得她ABC賞都抽到 她全部都抽到 很厲害 這什麼 薩爾達的 這個是票價很厲害耶 這很棒 這很棒啊 這應該不是F賞 應該是D賞吧 它上面寫E E賞 這這麼好喔 可是因為一番賞其實不便宜 一般賞都250塊 滿貴的 所以其他本來的價值 應該就要兩三百塊以上 這個很厲害 所以這個是三件一組嗎 三件一組 好三件一組 這次由Sandy提供的 謝謝Sandy 喜歡的可以那個 好 所以我們有超多東西 超多 然後還有福袋是嗎 福袋是什麼時候要那個 福袋好像是當天才在公佈 我們還有一個我們 鳳梨不類自己自製的福袋 然後裡面有各式各樣的 工作人員準備的禮物 連我跟舅妹都不知道 對 連我們兩個都不知道 厲害了厲害 所以到時候當天 當天可以就是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現場買 好 感謝所有的實況主提供的聖誕節禮物 謝謝 那喜歡的朋友記得 到時候呢 可以在下禮拜五的時候 到西門町的現場 然後我們會在現場做義賣的動作 但是這些錢我們都會捐給 這邊有寫 偏鄉孩童 對 我們呢 所有的費用都會捐給這個 社團法人台灣愛希望兒童關懷發展協會 然後希望大家呢 可以就是捐助自己的愛心 然後讓他們也可以過一個 溫暖的聖誕節 然後呢 在國外呢 還有盛傳一個聖誕節的一個遊戲 這個很酷 我沒玩過 對 這個我也沒玩過 然後這個遊戲 我們必須要站著玩 我們待會就是要比賽 拆禮物的速度 然後骰骰子 然後假設我先拆 我拆到一半 咪飛骰骰子 我先骰一個數字 例如是兩顆嗎 假設兩顆加起來是13好了 然後我在那邊拆 那你要一直骰 你要骰到13為止 就可以換成你拆 不是相同嗎 是兩顆相同 那我現在有點難 一直骰一直骰 然後你都骰到22 然後我就要搶走你手上的手套 然後繼續拆 對 然後看誰可以就是剛好接到拆的那個動作 對 而且因為是帶著手套拆 所以會滑滑的 因為這個手套其實不好拆 就不好拆 對啊這個手套不好拆 超難的吧 好然後呢 那從我開始嗎 從誰開始 骰子在 小心喔 因為地上都包裝紙很快滑倒 我們從 好的 我們讓咪飛先好 因為他是來賓 好啊 我手來就可以直接拆了 那你拆好這樣順過來好了 就你拆啊他骰啊 欸我要先骰一個數字 讓下一個人 你要先骰一個 骰同樣 不用吧 喔不用啊 那他要骰到多少數字才能夠 骰到兩個一樣 一樣啊就數字一樣啊 喔兩個數字 就22或是33 好所以我要開始拆了嗎 他開始骰就可以開始拆了 這時候難拆了嗎 我要拆了我要拆了 好你骰 好你趕快喔 怎麼拆啊 快喔 好你趕快喔 好你趕快喔 有了有了 換手就好慢拆喔 換手 然後這時候就換我 換我骰欸 我幫你 我已經幫你拆出一個破口點了 好 為什麼我拆不起來 我是不是可以慢慢骰啊 對其實不用 我覺得前面不用趕 妳知道後面鼓尾刀嗎 我一樣了不好意思 天啊 天啊 還有第二層欸 哇你們太急著了吧 還有第二層是怎樣 好過分 好過分 16 我受不了了 你也太快了 快 快 快 趕快 5 6 這個很難欸 5 2 他拆完了 會不會他有第二層 慢慢來慢慢來 好快 這怎樣 穿起來 你是那個 맡 換我換我換我換開 換我換我換了 快好難啊 第一層拆完了嗎 感謝 他拆完了 全部拆完了 好想要用咬的喔 我也是 他在 liz 幫他拂住 還有第三層啊 唉 dos 第3層啦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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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2層 第3層出來 第3層是紅色的 對 這個要怎麼拆啊 還行 還行 我覺得會有第4層 不好意思 換我了 天啊 快 快 快 等一下啦 等一下 好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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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啊 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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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要緊張 我要打我 我要看到 我看到 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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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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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殺 耶 我才可以 我拿到了 耶 我拿到禮物了 這是音速小值 禮物是什麼啊 25周年的音速小值欸 好棒喔 是公才欸 好棒喔 我以為會有八層 可是應該被我們狂拆在裡面凹進去了 但是我耐心 盒子已經壞了 好笑耶 OK的 好多層喔 欸這遊戲很好玩耶 而且如果這很多人玩的話就會更緊張 但很多人玩的話是不是他就是要裹更多層 因為這樣每個人才可以玩到 欸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會拆到一半 然後發現是iPhone的盒子 大家就會發瘋 然後去iPhone盒子吃包裝 裡面還有 裡面還有要拆俄羅斯娃娃的精神 一層還有一層 所以呢大家其實可以回去 然後跟自己的朋友玩 這還蠻好玩的耶 超好玩 對 那我們來聊一下就是 那個咪飛你聖誕節送過最貴的禮物 或者是你那個拿到最特別的禮物有什麼過 最特別喔 對 像這樣去年的話 因為我們是磨鏡子一個聖誕晚會 然後當時就要抽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都一直還沒換我抽 而且就想說每個人都已經抽到了 然後還有人抽到芭比娃娃 然後抽到一些很爛的東西 然後後來我想說 蛤會不會最好的禮物都被抽走了 結果我是最後一個拿到禮物的 竟然是莫子送的香奈兒口紅 超棒的 女生會很喜歡 因為它是彩妝的東西 真的 因為我最喜歡就是香奈兒的口紅 我覺得 喔好棒好棒好棒 香奈兒口紅會很貴嗎 大概不一定 大概也要那個大概接近兩千或兩千以上 可是兩千已經是你收過最貴的禮物了嘛 不可能吧 嗯 應該是他近期印象比較深刻的 對 那不然前面你說說 他你送過最貴的禮物是什麼 我有點忘了 應該是iPhone吧 喔 7...7 Plus 哥哥 立刻叫哥哥了 從iPhone X出來 他就一直是這個狀態了 對 就是叫哥哥 哥哥我想要手機 哥哥我想要 沒有 沒有 我這邊有Nokia 3310 不要 你還留著 我有之前拍影片有買 剩假 噢的你有講那個很便宜那個 500塊 那你收過 收過還是送過最貴的聖誕尼物 我收過的聖誕尼物 最貴的真的蠻貴的 可以講嗎 就不是房子車子 但是就是 Chanel的包包 大顆的嗎 20萬的那個 天明 可是老實說我還真不敢背 到現在都是還在盒子裝裡面 我就沒有把它拿出來背 因為 那本來就不是我的Style 東西 可能就是宴會 還是什麼我可能會背 但是 就是不會一直把它背在身上 因為我覺得那有一點 嗯 大家會覺得你錄的影背 這麼厲害 寶寶要幹嘛 喔 你覺得有一個想法是這樣 因為他也裝不了什麼東西啊 對啊 比如說 我一個化妝包 這麼大一個 他也沒辦法塞進去啊 對啊 就只能放手機的東西 他就是很漂亮的包包 可是他就是如果 對我來說 會有點難裝東西 嗯嗯嗯 真的有點多耶 對啊 超猛的 沒有就是 男朋友送的啦 以前的那個男朋友送的 對啊 所以就默默的 一直保存在那裡 就是放在盒子裡面啊 那會不會增值啊 會 因為它是基本款 基本款一定會增值 喔 那很好耶 還蠻好的 對啊 女生的夢想 就是Shanel的包包 是是是 我之前 對啊 應該是包包一個是 熊尼的口紅 包包比較厲害 我覺得就是 女生要懂品牌 才會覺得他就是很棒 當然我們都知道 熊尼的很棒 有一次我朋友送了我一個 生日禮物 然後 我一打開 我沒有仔細看了 我打開是一雙拖鞋這樣子 塑膠拖鞋 然後上面有一個花 然後粉紅色 女生就覺得很漂亮很可愛 然後我就穿 然後就 穿出去走路就發現 就是 很不舒服 因為它是塑膠的 然後一直磨那個指尖 後來發現它也是Shanel的 它又出一個 然後我就真的覺得 我怎麼會把它踩在地上 就是我不懂品牌 你知道就會覺得很浪費啊 鞋子就是要穿 那應該就是希望你穿吧 一定是啊 可是你就女生後來知道 你就把它擺在鞋櫃 我就再也不穿了 供奉的 真的 對 女生都是這樣子的 鞋子要不要破萬啊 應該要吧 應該要破萬 好厲害喔 對啊 那穿了我還是一樣 就是 對 覺得 沒有 就是 沒有到特別好穿這樣子 不是特別好穿 就是自己不懂得 就是 對啊 品味那個品牌 就會覺得很可惜 嗯 是啊 今天開箱禮物最想要哪個 我們三個喔 我想一下 Elsa Elsa 我想一下 Elsa 好可愛 那你就買啊 下禮拜來吧 對啊 這個我們起標價就三萬好了 真的假的 太快了吧 這我自己去買一個好了 就 就讀你想要 這可是Sandy送的喔 一一不凡喔 對啊 搞不好台灣沒有賣 或是已經絕版了 那他應該要簽個名嗎 可以啊 如果你要的話 我可以就是 請他簽個名啊 我以為你要幫他簽一個Sandy 我幫你簽一個Sandy也可以 他要簽一個3D 對啊 還是我請Sandy簽在白紙上 要拍照傳給你 沒有 超爛 太爛了 那個 剛剛Seven傳真過去 好爛 好爛 那那個 九妹最喜歡哪一個 我看一下喔 我應該最想要 其實外套蠻想要 可是真的穿不下 喔 外套 如果是我Size就好 我蠻想要這個 蠻想要那個 瑪利歐的模型 因為我這幾天都在玩奧德賽 我剛破關 喔真的喔 你有二轉了嗎 沒有 他的第二個結局我還沒打出來 第二個聽說是最難的 就是要500個月亮 然後第一個只要120個月亮 有很多神秘的東西 真的很好玩 牆內推薦大家 有人說喜歡皮卡丘 皮卡丘也很棒 對對對 皮卡丘在哪裡 三萬可以刷卡嗎 是什麼意思 喔 我們現場都是現金支付喔各位 沒有拿那個刷卡機出來 沒有刷卡機 也沒有那個 接口支付 也沒有PayPay都沒有 對 因為我們是慈善的 對 我們是慈善的 所以我們是要現金喔 好不好 OK 這個很可愛 這個真的蠻可愛的 對 要1000塊吧 至少 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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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捷琳妳最想要 我應該最想要的是那個寵物的那個 對啊 因為 雖然說我家現在我新家沒有寵物 但是我可以放在新家監控有沒有小偷 應該是不會有吧 誰說的不一定很恐怖 那個社會案件有很多都是突然看到 家裡有小偷來啊 然後國外也有那個監控 然後從那個上面那個水稻下來那個啊 很恐怖喔 對啊 妳說那個家裡天花板住一個女人的故事 對啊 那是很恐怖耶 超可以爬下來 超恐怖 你知道我看到的時候我有陰影 因為我前陣子啊 我開始看我跟大家講 我前陣子我家一直出現一些不明的東西 然後有讓我嚇到 而且那不明的東西真的很恐怖 就是反正有一天 有一天我在那個我的廚房倒水 倒一倒我就回頭 然後看地上裡面有一個紅色的東西 我就把它撿起來 然後它是那個香 拜拜的香 燒到最後那個紅色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說 欸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我就打電話跟我媽媽講 然後媽媽就說 可能是你前陣子 因為剛好中原普渡過 他說你可能香擦在那個零食上 然後你可能沒有清 然後他可能在拿零食過程就掉 然後我就覺得 喔對也是 然後過了不久之後 過了大概兩三天 然後我就在倒水的時候 然後又看到地上有粉紅色的東西 我就把它撿起來 怎麼又是香 我就覺得說 還有 還有香 我是有拜過這麼多拜嗎 但我也覺得就是我媽媽講是對的 我也沒想太多又丟掉 一直到第三次出現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觀眾聊這件事情 因為第三次出現在一個很詭異的地方 結果那個地方是我的實況間 它出現在我實況間的 模型櫃的旁邊邊邊角角 然後絕對不可能會把那個 就是臨時如果你要掉 真的也不可能會就是拿進去 然後你都沒發現 它就掉一根香在那邊 然後越想越毛 然後我就跟我的觀眾講說 會不會我們家那個廁所 也有人把那個掀起來 然後走下來 趕快報警啊 好緊張喔 可是我家沒有東西掉 也沒有東西不見 然後也沒有被破壞 就只有多香啊 可是狗狗在玩啊 我家沒有狗狗啊 我狗狗放舊家啊 然後我朋友就一直跟我說 姐弟你一定是你太久沒有去拜菩薩 菩薩在提醒你這件事情 後來超多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超多觀眾私訊我 然後叫我去拜拜 可是他們說的拜拜 不是說我見鬼還是怎樣 是說可能真的太久沒有去拜拜 然後神明在提醒我這樣子 這樣真的很奇怪吧 真的 好恐怖喔 很奇怪 對啊 最可怕我覺得可能會是 有人進去不是想要去偷你的東西 他就想要默默地在看見人 這樣很變態對不對 很恐怖 你是不是幹嘛拜拜啊 你會不會睡在那邊 然後有一個人在你旁邊拜你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不要啦 女神 這樣很恐怖欸 對啊你是女神 然後他們要每天拜你 因為我那天就跟他們說 有一天我在睡覺 睡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被嚇醒 然後是我聽到我家的客廳 有手機的鈴聲 是那種鳴聲啊 那種 就很大聲 很基本的聲音 然後就想說 我家怎麼會有人 然後 但我也沒想太多 我想說可能是我的手機 放在客廳 因為我的客廳有放PAD 跟一支打電動用的手機 然後想說可能是那支手機響了 然後我也沒想太多 我就繼續睡 然後睡到中午就起來 然後就去看那手機怎麼會響 欸 我手機是沒有任何的訊息的 然後想說那是PAD嗎 PAD也沒有任何訊息 然後我心裡想說 那到底是誰在我家的門口 但是我的觀眾告訴我說 絕對是因為我住在中庭的邊邊的那個房子 所以可能中庭有人手機響 我就以為我在睡夢中以為是我的手機響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 我也覺得我會想想應該是 而且因為妳說是Nokia 就感覺是那種老人在帶著手機 而且他們鈴聲都在射得很大聲 還是說老人從廁所爬出來看 然後因為老人都會拜拜 沒有啦 但妳都是讓家裡有人爬進來 沒有啦 反正就是我 我是覺得那都是一些就是意外 比如說真的就是我不小心掉了箱 我自己不知道 然後真的是中庭有人在打電話 然後我誤會了 就這樣 我過得很好大家放心好不好 記得下禮拜五到西門町的那個現場 然後我們當天會在公布 我們會從哪一個地方出發 或是在哪裡待著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前來跟我們做愛心 然後或者是來看我們出外景都很好 好不好 在這邊也提早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然後呢 也謝謝蜜菲今天提供禮物 謝謝 還有謝謝所有實況主 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